美军林肯号航母在南海被解放军进更衣室 得到了美军的官军披露 并且首次爆出了其中的诸多细节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户 我是虎妞 最近这两天最受关注的军事热点之一 肯定有美航母这个关键词 在前阵子解放军大规模台海演练如火如荼的时候 美国海军常驻亚太的里根号航母 就一直在菲律宾海到日本海航线上晃悠 在日本海海域徘徊的时候 还一度准备南下 意图抵近穿越台湾海峡刷存在感 但最后因为解放军延长台海军演而找不到机会 在海上兜兜转转好几天之后 只得作罢 除此以外 另一艘美军航母 也就是刚刚参加完环太平洋军演 已经返回夏威夷珍珠港 准备修正的林肯号航母 其舰上人员在靠岸下地之后 也接受了美美的一些采访 一位很重量级的人物 林肯号航母的女舰长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 就首次披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称 解放军在南海 曾对林肯号保持全程紧跟追踪 并且与美军进行了诸多互动 在美军现役航母序列中 林肯号航母称得上是综合战力最强 经验最丰富 全舰状态也最好了一艘精锐航母 可以说是美军现役 11艘航母当中的战力担当 也是美国海军首艘搭载了 F35C隐身舰载机 并首次由女性担任舰长的超级航母 因此来自林肯号航母 对解放军的评价 被美媒视作是非常可信的一手资料 据林肯号航母舰长 艾米·鲍恩·施密特上校透露 林肯号航母在先前 与解放军的多次接触中 曾遇到解放军海空军兵力的联合追踪 并对南海航行期间的林肯号 保持一路紧盯 几乎来说是形影不离 时刻掌握美军方向 其动态的程度 此外 艾米舰长还声称 解放军与林肯号航母 进行的一些互动 是安全且专业的 解放军在互动过程中 表现出的战术素质和技巧 非常专业 林肯号航母曾放飞舰载机 与前来追踪 林肯号航母的解放军战机 进行交流 并且解放军海军舰艇 也曾来到过距离 林肯号航母很近的距离上 这些都是先前 从未有美媒报道 和美军将领提及过的 堪称是一手梦了 从艾米舰长提及的消息内容来看 虎妞可以初步判断 林肯号航母与解放军 互动交流事件的一些具体细节 这应当是在先前 我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 北上前出日本海海域 展开远洋演讯时 林肯号航母率护航舰艇 敌进在周边海域监视时发生的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 从实力上看 辽宁号航母当时同样 由我海军编队护航 其中还包含有052DL和055大区 这样的我军星锐主力驱逐舰 对比美军老旧的阿利伯克等 护航舰艇 有一定的性能优势 且辽宁号当时 前出远洋演讯的位置 并未脱离我火箭军 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 背靠火箭军远程反舰火力掩护 按机远程航空兵 亦可对辽宁号航母进行支援 比如说 当时我空军的轰6K轰炸机 就携带挂载空射反舰导弹 前出至辽宁号编队演讯海域 进行联合演练与模拟支援 因此 即便美军林肯号航母 有一定的性能优势 且携带F35C隐身舰载战斗机 但双方的整体实力 仍基本处在同一层面上 可以说是相差无几 在此种情况下 林肯号航母 势必是充分见识到了 我军护航舰艇的先进行 见识到了辽宁号航母 已经具备完整的战斗力 可连续多天进行 上百架次舰载战斗机的 连续起降与收放 同时 还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空军 与海军模拟进行联合战役反舰打击 能够充分认识到 解放军立体作战的形态和威力 坦率来说 在解放军的实力展现面前 艾米舰长能对解放军的战术素质和技巧 表示肯定和认可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现如今 纵观全世界 仍然具备海空联合立体式战役 反舰打击能力的国家 并以航母作为核心战略的国家 除开美国之外 也就只剩中国一个 这还是不算火箭军远程之愿的情况下 若是算上之后 只会令打击效果更加强力 在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 甚至比美军的战役级反舰打击能力 还要更加强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能让美军的精锐航母舰长 有如此这番高度评价和认可 这也是我军用实力换来的 并非是捧杀 亦或是有意吹嘘 也正是这种实力 让美军在亚太周边一直保持冷静 没有和美国政客们一起搞不正常行为 在我军展开大规模台海军演时 选择主动避让 也更加证明了 只有强大的国防实力 才是捍卫自身权益与利益的唯一真理